Hello大家好,这里是你的闺蜜小江 这一期依然是回答龟友们常见的一些问题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某一天你忽然间发现你家的有一只龟龟 经常趴在晒台上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他都不喜欢下水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乌龟为什么不喜欢下水 总在晒台上面待着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 也欢迎转发给你的龟友朋友们 当然也欢迎关注我 记得一接三连哦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那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发现你家的龟龟 总趴在晒台上不下水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觉得 这个乌龟肯定生病了呢 那我们可能看过很多 关于乌龟疾病治疗的一些讲解 无论是肠胃炎肺炎感冒 里面好像都有一个症状就是聚水 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 趴在晒台上一直不下水 就肯定是生病的一种表现 然后就开始效仿网上的治疗方法 各种用药 结果导致这个龟龟的状态越来越差 严重的时候甚至致死 所以乌龟趴在晒台上不下水 并不一定就是生病导致的 接下来我就从各个方面 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乌龟趴在晒台上不下水的几个原因 这可能是全网关于这个问题 讨论最详细的 OK那为了能够更全面 更好的这些区分 这一期依然是把这个问题 分成了正常情况和非正常情况 那我们的重点将放在 非正常情况这一个部分 我将从环境和疾病两个角度切入 来详细的谈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龟龟出现了问题 你就可以根据我这个导图呈现的原因 来去一一排查一下 愣着干什么 快收藏呀 OK那我们首先来说正常的情况 那根据我养龟的经验来说呢 龟喜欢趴在晒台上不下水 有的时候它可能真的没有任何问题 它单纯就是喜欢在晒台上趴着 我家的龟呢 经常就喜欢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的龟龟精神状态呀 活力呀 食欲呀 一切都正常的话 这种情况呢 你就不需要过于担心 好那接下来呢 重点来了 我们就来说一下非正常的情况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环境的原因 环境的原因呢 包括了水质 温度 安全感这三个部分 有的龟有朋友 它的养龟环境呢 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简陋 所以说呢这个水质也会比较恶劣 那水质不好呢 龟可能就不想下水 它就会选择长期趴在这个晒台上 那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 养龟的水是否清澈 它不是判断水质是否好的唯一标准 有很多人会用绿水或泥水去养龟 那个水看起来非常的浑浊 但是呢它的水质是没有问题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那这个时候呢 龟龟其实就不太容易出问题 从温度这个方面来讲呢 温度过高和过低 都会导致龟龟不愿意下水 或趴在晒台上 一般来说呢 在不加热的情况下 我们的水温会比室温低两到三度左右 所以说呢 当水温过低的时候 龟龟可能就不晓得在水里面 它会趴在晒台上面 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当你的加热棒出了问题 龟钢里面的水就会持续升高 这个时候呢 由于必栽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所以说龟龟呢 它就会选择趴在晒台上不下水了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安全感的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 就比较复杂了 龟龟如果缺少安全感 它也会选择在晒台上不下水 那哪些情况会导致它缺乏安全感呢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当它所处的这个环境 缺少躲避作为藏身之所的时候 它可能会觉得在晒台上 没有其他龟来打扰 相对来说呢 会更安全一些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当龟钢里面 有一些攻击性比较强的龟龟的时候 它可能会对其他龟发起攻击 那为了躲避这种攻击呢 龟龟可能就会趴在晒台上不下水 最后一种情况呢 就是当我们的龟钢里 用了过滤或是灶浪泵 可能呢 就会导致龟钢里面的水流冲击过大 就会让龟龟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这种情况呢 它也可能会在晒台上不下水 其实说到这儿呢 龟钢环境的设置 对于龟龟此时来说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有机会呢 我们再来讲讲 一个合格的龟钢环境 应该是什么样的 想看的朋友呢 可以扣1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由于疾病的原因 导致龟龟总趴在晒台上不下水的情况 那这一部分呢 我将它分为外险疾病和内隐疾病 这个说法其实不是很确切 不过我们暂时就先这么叫吧 那这里的外险疾病呢 指的就是像腐皮 腐甲 戒疮 外伤等等 用肉眼可以在龟龟体表观测到的这种疾病 那当龟龟产生了类似这样疾病的时候 它为了能够维持体表的干燥 更利于恢复 所以说它本能性的会喜欢趴在晒台上不下水 那内隐疾病呢 指的就是像肠胃炎啊肺炎啊感冒等等 那如果平时你不注意去观察这个龟龟的状态 单单从体表来看 很难发现出现问题这样子的疾病 那龟龟得了类似疾病的时候呢 它同样是为了自保和避险 就有可能会在晒台上趴着不下水 比如说呢 肠胃炎和肺炎 龟龟可能会腐水 那腐水呢 非常容易导致它体力不治而腔水 再比如说肺炎和感冒 都可能产生张嘴呼吸的现象 那张嘴呼吸呢 它也非常容易导致龟龟腔水 所以这个时候呢 龟龟它自我判断会认为 在晒台上待着不下水才是最安全的 OK那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我能想到的 关于乌龟总怕在晒台上不下水 所有的原因了 那我们就最后来总结一下 乌龟总怕在晒台上不下水呢 其实原因非常的多 当你发现你家龟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 你就可以从该视频所说的 这些原因当中去找一下 你要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 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改善 千万不要去盲目的用药 这样可能反而会害了龟龟 好了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一直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的朋友呢 请扣一个意 感谢你们为我的挽博率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一定要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